中秋节马上就要来了 今年的中秋节意义非凡 因为它与祖国母亲的生日重逢 天文学家表示 出现这种情形主要是润月的结果 今年的润月出现在六月 不仅稀稀推迟 中秋节也跟着错后 自古以来中秋节就是家庭团圆的日子 古时候人们在中秋节会进行 祭月 拜月 闪月 玩花灯 饮桂花酒 吃月饼等民俗 直到如今大部分的民俗活动仍在继续延续 作为海外华人 小伙伴们一定很想念自己在家乡过中秋节时的回忆吧 中秋节吃月饼 月饼是九富盛名的汉族传统小吃 是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传统节日特色食品 圆圆的月饼象征着团圆与和睦 那如何借着中秋佳节来临之际 既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还可以保证吃月饼的同时又不发胖呢 今天的节目小编跟大家介绍一下 月饼的几大种类和每种月饼的热量有哪些不同 由于中国地大物博 每个地域对同一食物的吃法和做法大有不同 中国的月饼主要分四大类 第一种 广式月饼 流传最广 如果说月饼是让人怀念家乡的味道 那么广式月饼应该是最多人怀念的月饼了 虽然起源于广州 但是广式月饼已经流行于全国各地 形成了地不分南北 人不分老幼 举国上下揭食广式月饼的潮流 成为了目前最大的一类月饼 甚至旅居海外的华侨留学生等 近至日本 东南亚 远至澳洲 美国 都以广式月饼为中秋赏月必备之佳品 广式月饼的特点是皮薄 线大 通常皮线比例为1比4 皮线的油含量高于其他类 吃起来口感松软 细滑 表面光泽突出 传统广式月饼按照线类不同 可分为果仁型 肉型型 椰绒型 绒纱型等 20世纪90年代后发明了水果型 果酱型 蔬菜型等 一般100克的广式月饼热量为440大卡 减肥的小伙伴们还是少时为妙 第二种金式月饼 宫廷一风 老北京月饼起源于津津周边地区 在北方有一定的市场 其主要特点是甜度及皮线比例适中 一般皮线比例为2比3 以线的特殊风味为主 口感松脆 金式月饼最大的特色是宫廷风格 做工考究 制作程序之复杂 居中国四大月饼体系之首 选料程序也相当复杂 以月饼所用枣料为例 必须选用指定月份的命运小枣 其合小 肉甜 汁蜜 然后经过筛选挑出规格一致的小枣 再经过去合 去皮 去渣 粗质 精致 定级 分选等工序 以稻香村的月饼为例 100克月饼大概有457大卡 真的是好吃的永远是最质胖的 第三种 滇式月饼火腿飘香 滇式月饼又称云腿月饼 使用云南特产的宣威火腿 加上蜂蜜 猪油 白糖等味线心 用昆明的紫麦面粉为皮料烘烤而成 其表面呈金黄色或棕红色 外有一层硬壳 油润鲜粒 千层酥皮裹着线心 这种月饼既有香味扑鼻的火腿 又有甜中带咸的诱人蜜汁 入口舒适 食而不腻 普通的滇式云腿月饼 每100克也要有428大卡 减肥的你不宜多食哦 第四种 苏式月饼 小巧精致 苏式月饼起源于上海江浙集周边地区 宋朝诗人苏式的诗句 《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 说的就是苏式月饼 苏式月饼的特点是苏 它的线被压得紧紧的 用牙轻轻一颗就酥散了 鲜料有五人 豆沙等 甜度高于其他类月饼 而鲜肉月饼应该是苏式月饼中的嚼嚼者 也可以说近几年来月饼家中的独行者和新宠 100克的苏式月饼大概也有300至350大卡 100克的蛋黄酥大概约有450大卡 真的是咬一口全是卡洛里的味道 说了这么多 不知道哪种月饼才是小伙伴们最熟悉的味道呢 月饼虽然好吃 但是也不要贪吃哦 在这举家团圆之际 不要忘了给国内的家人亲友打个电话 以祝所有海外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能够平安幸福 好了 记得订阅我们的节目 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节目更新啦 爱生活 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